老宇,五位男星穿大红喜服,胡歌志呢,邓伦帅气,而网游却想嫁给他最近一段时间。 古装剧也是十分流行的,不管是影视剧,大婚都是非常盛大的场面,而作为婚礼中必备的喜服,每部剧都不见相同。 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谈谈一下这五位男星穿大红色的喜服场面,那么,你们想下谁呢? 胡歌的一身喜服红装,金色的花边很是想着,胡歌的这身西郎照,是他早年的照片了。 当时的胡歌还毕竟是呢,还是比较跳脱的,就是在仙剑之中的造型,虽然不是那么稳重,但是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男神。 陈伟婷也是一位偶像实力派,古装剧表现也非常不错,而他戴着玲珑中大婚时的礼服却非常简单,甚至还有点好玩。 白色的底衫,一身大红纯色的礼服,标间记着红色蝴蝶结,没有四号花纹,喜庆有余华丽不足。 邓伦的喜服还是比较走心的,不管是外衫还是内衬,全部都是红色的,着实将红色体性贯测到底。 不过,喜服外围处这多多花纹作为花边,真的不俗气吗? 邓伦一身喜服也是相当帅气,但是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。 肖战的一身喜服红装卓是令人惊艳,给人一种古风诗艺世家公子饭,大红的内衬,外衫在宽大的袖子处袖有多多白眉,也是一种特色,显得很有优雅背景之风。 而网友却想嫁的却是这一身喜服的注意了,金色的灌貌,一身红色喜服,纯金色作为香边,而红色的衣衫上,有着各种暗色底纹,极低调奢华有内含于一身,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颜值高了,你们最想嫁谁呢?